大家好,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 節目《軍武器言》,你節目主席 Larry 這一節的世界環環消息 我們要鏡頭轉一轉到加拿大 我們要討論加拿大的空軍 其實他們都用了CF-18大黃蜂的機隊 已經很多年了,三十多四十年 其實都真的有這樣的需要去換機 他們早在十年前,都已經拿出了一個採購方案 當時當然有很多戰機入標 當時還未成為總理的杜魯多 當時年輕時,其中一個Campaign是不買F-35 拒絕被人召喚 亦是因為這個政綱上台 他亦有一個說法就是 只要有他一天,就不會看到F-35 所以F-35A跟杜魯多的政治生涯是掛勾的 但是世事有很多事情,人算過得如天算 例如我們說F-35A由開頭的天價 即是一價要一億多 現在都已經跌到七、八千萬 而另外一戰機反而一路昂貴下去 亦都一路老舊下去 所以事而世逆 去到今時今日F-35 仍然是否之前杜魯多說得這麼貴和不好用呢? 已經不是那件事了 所以其實去到最後,都是要向現實低頭的 我們就看到加拿大已經和美國政府和Loki Martin 即是我們說一個FMS 一個外國軍事銷售 所以一定要牽涉到美國政府 但Loki Martin就是供應商 然後就敲定了88架F-35A戰機協議 這個協議大概是190億加幣 現在跟回現在的幣值 應該是150億美金左右 這個價錢 不過稍後有些魔鬼細節 所以我們先不要批評杜魯多 稍後我們再說說細節很分別 還有我們也會跟大家說說 加拿大購買新的機隊 其實之前選擇真的很多 除了有F-35 還有什麼選擇呢? 還有大家會覺得 加拿大購買F-35 有沒有什麼背後原因呢? 還有加拿大購買F-35合不合適呢? 我們今天也會和大家討論一下 當然開始之前大家記得 幫忙按LIKE 還有訂閱之後記得按鈴鐺 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節目通知 今天除了我之外 還有Anson Hing在這裡 和我們一起看看 F-35在加拿大裏的採購案 Anson Hing 你好 你好 Larry Hing 這個銷子其實真的挺過癮的 因為我們也說到 杜魯多這個人大家都知道 他年輕 青靈白正 靚靚仔仔 他爸爸也是以前總理 我們叫做一個政治世家 他的外形也討好 靚靚仔仔 斯文骨骨 在加拿大這種政壇我覺得OK 你到美國就不行了 大家知道美國什麼的白態都有 但是這隻在加拿大文質彬彬是不錯的 他上位之前 以批評F-35 有時候覺得這些軍工浪費了錢 加拿大人應該和平 那類的東西 所以當初他真的對F-35 我們中文一句就叫做 痴之以鼻 看都看不上眼 但其實去到最後 世界大小 大家都發現 說真的 如果你是這個五代 你買到的戰機很有限 你買四代機 要不就要買震風或台風 當世四格加戰機最頂尖就是這兩架 然後如果你不買這兩架 那你就要買五代機 五代機呢 千二零 你沒法買到的 你不好意思 你想買 中國政府也不會賣給你的 數五代機就做不切 賣給你 F-22 F-30 F-22是不出的 F-35是唯一一個 所以說真的 加拿大選擇都不太多 所以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會不會覺得 杜魯多 他現在轉態是F-30 你很壞 你怎麼看呢 Anson 有否覺得他真是臨老過不了世 最後的晚節不保 都是被F-30擊敗了他呢 其實現在F-35這個價錢 190億加元 買88架 其實每一架的造價都不太貴 杜魯多說到不太貴的戰機 他現在便宜了 是不是算我沒有吃完 他是便宜了 這個可以掉到地面 但是想說 這份合約 加拿大真的 簽得挺厲害的 這份190億加元的合約 買88架F-35A 是會分期40年去貪玩的 我沒有聽錯 40年 不是10年 不是10年 是40年 這88架機 是分40年去找數的 這40年我想應該 你第一架 可能第一批或第二批都退了 他都沒有找清了 很誇張 我想你真的退役都沒有找完 好像英國 也是早10年左右 才找回整個世界二戰的貸款 是的 好像是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就找清了二次世界大戰的借貸 更遠 沒錯 日敵二戰打仗的借貸 整場仗都打完 只是88架飛機 都分40年 有點誇張 真的很誇張 不過這次 如果他可以分40年 這樣說 那杜魯多又可以 那他也能拘捕到數 做得算不算 很划算 如果一百多億 你分40年 這樣計算 其實你只是計算息 而已 起碼加倍或倍 整件事 這樣還可以繼續 讓他用到190億 拉40年 如果計算 可能他大概用了100億 不足夠去買88架機 是 都很划算 那跟著這個 這個 這個海購部長 國防部長 這個阿南德 他就說 那他為什麼要買這個F-35 他就說 F-35 是現時在市場上 對於加拿大人來說 最佳的選擇 加拿大這次是要應對 俄羅斯非法入侵烏克蘭 中國在印太地區 獨行獨斷 世界變得更加黑暗 加拿大就說 要去購買這個F-35 確保和盟友的互操作性 和履行對北約的義務 其實他買有幾個位置 第一個就是要互操作性 其實整個北約 有誰那麼用F-35 除了法國之外 現在說這個 互操作性 是一個對於北約很重要 第二個就是 可能是 價錢問題 190億加元分40年貪環 其實我相信 六千馬丁會虧錢 因為這個報道的問題就是 首先這次Loki Martin 它供的貨是最新的 2026年已經交機了 所以很快 很快 你想想 這一批是Block 18 也算是很新的 而且它交的時候 應該是交Block 4 不是再用Block 3F 而Block 4其實是有更新的 即是它升級了一些武器 即是可用的武器 即是可以升級了 這個List 就不會像以前那樣 純粹一些比較簡單的 攻擊炸彈 那些武器 甚至有個說法 就說 接下來就有AM260 那AM260 是否Block 4已經預留了 這個升級的空間 就給AM260 因為AM260其實是一個 即是美國空軍的發展 即是那個 我也不記得全名的 它那時推出的藍圖 都頗為官方 所以我相信Lokimati 也要寫進去 所以這個Block 4 接下來的發展空間 仍是有的 仍是不小的 亦有很多改進的技術 其實加拿大 還可以塞進F-35 所以如果這樣看 包括戰機自己的軟件 可以進化 武器的硬件 又可以提升 所以如果這樣算 在現代戰爭來算 其實就算是一筆 不錯的一個銷球 簡直是第一個難 我真的覺得Lokimati 會虧錢 真可憐 而且它的設計也是有趣 它的設計 它和挪威的設計 是差不多一樣的 就是它們都可以有那個 我們叫做阻力散 就是那個降速散 可以在結冰條件之下 都可以用得到 這樣也很厲害 因為始終它要在加拿大 都位度高 加拿大都是動鬼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這些是必須的 我覺得是 是啊 而且它很有趣 它的設計 它有一點特別 它內部不是大4-1 是AM120 它裡面是大6飛 就是它的設計 它的設計應該 我猜 它的設計應該是 就是把旁邊的兩飛 的AM9X那裡 就cancel 然後就拿了空間來做6飛 我以前聽過這個設計 但是聽就聽過 但是就沒看到 真的做 如果它這樣 可能這次這個是一個試點 就找了加拿大這批 這個也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這個是像之前 因為現在英國的話 它就會將Signwinder 擺在翼尖 的AM9X 然後內倉就裝6飛 Meteor 這個是它B型的帶法 這個是 是 那這個變成是大多 因為其實F35 它的內倉細 它缺點 那你見到是 可能內倉都兩短四長 未必夠 那現在變成是 可能是逆尖裡面 載兩短裡面可以載六長 那可能這個也是 未來F35的主流 有機會是 是啊 所以就這次這個試點 其實就挺特別的 就是你看到 加拿大這個 會有一點點不同 那都是它外面的掛點 那些Hard Point 其實是一樣的 那他們的說法 就說這架F35 因為飛行距離 其實也算是足夠 即是橫跨加拿大一些地區 所以他們覺得是合適的 那我想國防部長也是這樣說的 那這個range 是由加拿大的東岸 Cubeck那邊 飛到Albata那邊 就能力都OK 就是大家看到 那個位置都飛得很遠 所以就覺得可以合適 說真的 現在F18的行程 都短過F35A 其實CF18都夠的話 F35怎麼會不夠呢 其實F35 你真的市場上 你給它好的選擇 就真的沒有 你難道 今時今日你還去買四代機 四代機人都停產了 準備 那你現在才落標 買四代機 真是傻子 那五代機只有一架F35 讓你選擇 那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除了道路多的面子掛不住 那現在都不是 不是很貴 那這個單子也挺便宜 其實看起來 那其實我覺得 真的不是F35還有誰 是啊 不過 他們接下來的加油機 就比較令人擔心 因為他們的加油機 又有點特別 即是以往的軟管加油 大家知道CF18是海軍戰機 海軍戰機是軟管加油 但是現在它不是的 現在它是A型 它真的是空軍型 大家知道空軍型就是那種刺進去的 就不是新的探頭出來 幫你空中有一個追 有一個追盤這樣刺進去 我相信這個改不難的 可能有一個CF35特意改軟管 我覺得這個空中加油這個技術 都不是特別量 它是要買一個加油機 它也要買一個加油機 我猜它用MRTT 它不會真的用波音 全世界都知道波音 Simon應該說了十萬次 它的MRTT應該就 我相信只會用這個 如果它當初買的時候 可能沒有想過 如果你現在安裝那個行 那個行應該問題不大 MRTT本身也有 但是MRTT本身的機型是用A330 也是一個很成熟的空中平台 而且波音的那一格 真是搞不定 真是該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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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總理 即是不是他 那時候想買65GF30 但後來過多幾年之後 就變成道路多賞 就不買了 他不買也挺好笑的 故事就是他說不買 然後他又發脾氣 然後就說我們買其他機 這個世界大卡機 是不是 他真的是一個 即是他跟我們不同 我們這些俗稱叫軍武倫 我們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不懂 然後他又問回波音 波音這些座地 我知道你 你死都不買F35 就立即做一個高的天價 據說天價差不多到達1億 不可能 不可能不買 超級大黃蜂 真的要達1億 所以其實去到最後 根本這件事就是 變成了擱置了 但你知戰機真的不能等 因為你又要買回來 你要訓練 你後勤又要訓練 其實還要排單 現在的衣服 不是你買也有的 其實那單很緊迫 變成真的要快做 所以加拿大其實都一拖再拖 拖到其實我覺得 都真的不能再這樣 所以最後都入標 有很多戰機在裡面 大家都熟悉的那幾架 還有陣風 我們首先要說 超級大黃蜂 還是很厚面皮的 是進來的 我們都不得不提一下 就是超級大黃蜂 依然是非常厚面皮的 繼續參選 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超級大黃蜂 因為超級大黃蜂的問題 就是他現在沒有單 他的單 就是block 3 我們叫做 就去美國海軍 去拗單 但美國海軍的CNO 我們叫做Gildy 其實都叫做海軍的參謀長 他真的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逼我 要超級大黃蜂 他就說出口 就是 這個問題是什麼 國會大爺說 你拿去吧 我給錢給你們買 你為什麼不買 他說 我不想要他 他很醜 他逼我 好笑 整件事 連國會也給錢 你知道美國國會和英國國會不同 因為國會的議員 每個人都當你是賊 審你審到 錢都很難批 我也批給你想怎樣 你不要在這裡 俗稱炸型 要這個要那樣 你還想怎樣 問他 不是 其實飛機都要 我不想要這架 然後大爺跟他說 F-35C 他連C都不想要 Gildy 海軍真的 發覺美國海軍 真的很不喜歡單引擎飛機 他真的非常喜歡單引擎飛機 大黃蜂是嫌老 然後Block 3也會嫌三嫌四 所以其實波音 大黃蜂這條線很純粹 所以他上次極力爭取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加拿大這單 和印度 印度也要跟陣風鬥 但是聽說 現在的小道消息說 就是 八角陣風應該贏了 接下來馬克龍 不知道三月左右 就會過來印度 到莫迪經濟 正式宣布會簽單 簽就是 27至24至57架 不過很多人說 印度只簽到下限的就是24架 應該沒有太多余錢買新東西了 或者可能先試試單 但是陣風也不便宜 其實我想說 陣風不是便宜的 但是陣風也是好東西 我們稍後再說說 首先第一個就是 你做人事 你不尷尬就尷尬別人 所以只不過陣風照入 他面對的對手是什麼 其實很強橫 F35大家都知道有多厲害 說真的 也不用說 F35其實中標也不是什麼新戰士 包括大家看到 芬蘭就中了 我們說芬蘭之前也是用大和風 是的 瑞士也是 瑞士 全部用大和風的 最後都選了F35 你其實都知道什麼事情 我也覺得其實有參考性 芬蘭用了之後 我想瑞士也真的要參考 為什麼芬蘭用了 因為大家都要說一句話 我猜可能會有交流 兩個國防部長都會聊天 始終在歐洲都會撞咬臉 驚嚇一下 原來你這樣選擇 我猜可能會有溝通 所以其實去到加拿大 我覺得 如果你平心而論 如果國防部長真的拿到期的話 我猜F35的影響力都會下跌 不過另外一個點 就是陣風也是一個很強的container 說真的 上次瑞士的錶 之前陣風很好笑 Anson 你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個光紅消息 陣風自己暗自宣布勝出 他們自己為內已經贏了 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還未公佈 我想這麼快 有一點點像我們現在覺得 印度那邊陣風贏了那種的光紅消息 其實我會覺得 是因為法國 他覺得在自己歐洲的地位 可以用政治影響力去影響他 是不是太高估自己 我有想過一個難驚的 因為瑞士用法郎 用瑞士法郎就有數 會不會便宜一點 開玩笑 只有他用瑞士法郎 法國用歐元 所以瑞士可能講法文 或者特文 不可能他覺得有好處 但最後你見到瑞士也是用F35 陣風擺第二 但他也輸不少 如果算分數 他會輸很多次 其實兩架 始終有代差 雖然你說F35 他也是一架中型戰機 你說陣風他又不是重型戰機 雖然他的籌載量 是重型戰機 陣風和外兵都是 他的籌載量是重型戰機 但他的機身就是中型 所以他是一架很出色 陣風和台風 歐洲雙風都是兩架很出色的戰機 始終有代差就是有代差 始終你是在現代戰場 你是沒有隱形性能的時候 你的生存性真的大大去減弱 尤其是你有代差的競爭的時候 明顯人都會買一些新的東西 我也不會買過期貨 始終戰機這個市場 有新一代就一定買新一代 其實很明顯在瑞士 芬蘭和加拿大 有五代機一定選五代機 而且是唯一一格五代機 你可以買得到的就是他 是啊 因為市場也沒有你選擇 剛才我們說了 你想買蘇五七嗎 蘇五七自己也不夠用 又出不遲貨 好了你想買千二零嗎 中國是不會給你的 你先會寫千二零中文 好了 你開玩笑 其實千二零當然不可能出到給你 然後F22又停了產 亦都不會買 那就是F30 不過都搞鬼的 就是我們說的 鎮峰當時就覺得自己贏了 結果F31出來之後 其實也挺仰衰的 真的仰衰 但在瑞士那裡 這邊也知道糟糕了 你連續兩個錶都輸了 所以這邊也糟糕了 然後另外一家公司 大家都應該熟的 就是這個SARP SUMBO 就是他的英司 第一個被人勾過就是他 對呀 英司 因為英司可能是輕盈戰機 可能他覺得太細步了 又可能不對 而且規格又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 加拿大又不是缺錢的國家 所以就覺得 其實感覺似什麼呢 好像現在選香港小姐 突然有個小妹子進來 勉勉強都是符合香港小姐的競選資格 但是始終也上不了大台 其中他都不是那些 英司始終都是一些比較輕盈戰機 也很明顯不是加拿大想要的東西 是的 我想英司戰機 對一些小的國家的防空挺好的 即是說匈牙利 南非 或者捷克這些是可以的 但是說真的 加拿大你知道 那個復元是廣闊的 接著他的武器選擇 其實是不差的 說真的英司武器選擇 就是很多的 其實在北的也能夠放進去 是的 什麼都可以 但是他的引擎真的比較弱 他好像是英司新的 我估計應該是改引擎的 我記得沒有記錯 新的型號是改引擎的 但是始終他是一架輕盈戰機 而且他的重點是著重短程起降 價格低廉 還有他的對手是F16 說真的 英司說自己是好過F16 但是問題是F16也不是跟F35相比 也不是同一個對手 就算是雙方也不是跟F16相比 其實市場也不正確 所以加拿大也不是想買F16的代替物 所以其實他一標的市場也不正確 所以英司第一個被人回答是很正常的 對 其實給弱我便省回 免得自取其辱 因為你單引擎戰機 其實你也不適合 那F3也是單引擎 也是 但是他的單引擎的出力 真的厲害很多 所以這一刻就不適合 如果你賣真的 F16也有入了標 Lokimarty也有 但Lokimarty看到自己的F3也贏了 也免得入兩個標 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 Anyway 我們覺得 現在用了F35 其實加拿大我覺得 都算是一個蠻複雜的國家 老實說 他絕對 咪口也跟Lokimarty說 其實加拿大是大條道 你可以free ride 他真的可以什麼都不做 他有這麼多個大哥照他 他那個地理位置 真的remote到沒有remote 所以其實 雖然他在北面有個空防壓力 他在俄羅斯經北極過來 有這個風防壓力 但不過其實他空軍 他買了88架的F35 我當他的readiness 當他很好的七成 其實也有大概六十幾架 足夠了 但其實他除了空軍之外 他近來都買了很多好東西 他都買了15艘 Type 26 每艘造價13億英鎊 其實他在他的軍隊建設 都買了很多錢 但其實他可以大條道理free ride 但他其實都挺負責任 我覺得的 加拿大 是啊 他規模就小一點 就是他陣容就小一點 但是他裡面的武器精良 其實很多時候 網友經常問 其實加拿大的國家這麼大 但是你的武器 或者部隊這麼小 其實加拿大很少人 是的 大家要注意 其實加拿大人口始終都不多 始終不多 加拿大三千八百幾萬人 真的很少人 這麼大的地方 我想你在外面 即是我未去過加拿大 我想在外面的大城市 我想人形都很穩健 三千幾萬人住在這麼大的國家 是啊 真的很大 而且很多地方都冰天雪地 所以你計算到 其實他最重要的地方 其中一個就是極地 極地裏面 他們也要做空房 即是我們說北約的快速應變 他也做 奈何他人口太小 所以部隊擴展不了出來 所以他買機 你賣多部都沒有人拿 我想說 美國已經出現的問題 就是他有些機 真的沒有人拿 即是他變成了 即是他的機器 現在不夠機師 很慘 其實全世界都是 說真的 所以你說發展沒有人機 其實是有需要的 真的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 例如我們說 英國 Anson Lee經常說 伊利三百里和號 那個自動化很好的 是的 原因是因為大佬真的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 怎麼找一個人回來 日本也是自動化 大家知道日本是什麼事 是小子化的 還有現在有的都去了打機 吃的就是爸爸媽媽 一輩子都不出房 大哥你怎麼搞 這個國家是不搞無人 自動的 真的搞不定 所以都很討厭 不過加拿大真的算是這樣的 所以今次加拿大肯買這個F35 我覺得道路很多 我也不會再批評他 即是既然他的數目 可以算到這麼算死草 他這張決定了下去 我覺得是真的很厲害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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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交單給你 其實快 2026年交單 但我分40年找數 40年之後 那些六代機可能準備退役 真的誇張 所以我覺得今次 道路多 我都真的給你一個credit 原來也是OK的 原來都是老手 原來是鼓勵不了 要不就不買F30 要不就買到 要不就買到 拋得那麼準 如果他這樣計算單價 再計算通脹 那些因素 他可能是全世界買F30 比買得最便宜的國家 我覺得他比美國軍方更低 美國軍方也不可以拖廁 為什麼他可以呢 真的不是我 這個決定很神奇 真的 好厲害 這個交易 這個交易 只是190億的那些 只是interests 都很耐用 是啊 整件事 不過因為這件事 也是一個奇蹟的來指 是美國 我們叫做 國外銷售的專案 即我們叫做FMS Foreign Military Sales 是因為有美國國務院的介入 這些交易就不是跟Locky Martin的交易 因為不能這樣交易 他一定要跟美國各面交易 即是說 是加拿大的國防部委政府 就跟美國這面政府這面交易 那兩邊的政府人員 不知道他暗中還有什麼協議 即是這樣的交易 還是他有些事情要補償加拿大呢 我們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些就是政治了 這些就是很政治 是否之前美國欠過加拿大 不知道是哪些交易 而這次還給他 是啊 還是因為之前美國 push孟晚舟的事件 現在很多 喂 大哥 我現在在中國那邊搞不了 你又要補償給我 不知道哪一件交易 不過這些都是政治交易 我們軍事這邊都管不了 好 那我們的節奈來到這裡 都恭喜加拿大 終於換機成功了 終於換一部 真是像樣的機 老實說 F18 我覺得一直都發揮不到 加拿大空軍的實力 而有了F35 其實我們不如跟大家問一句 考考大家 在現在北約國家裏 究竟還有哪個國家 是買得起 而還未買F35的呢? 大家可以在留言下面說一說 就說一下有哪些國家 可以在留言說 我們這次來到這裡 也很感謝大家 可以幫忙看廣告 訂閱我們的YouTube 也可以考慮訂閱我們的Patreon 會員頻道 支持我們 也可以除現貨金 包括銀行Painy轉數塊 也可以透過PayPal 或者YouTube的功能 Superchat Superfanks 打上我們 可以多點留言 和like 分享我們的節目 出去給其他朋友 好 我們在其他 我們在其他實際上的消息 和WARN戰報 就和大家再見了 好,拜拜 拜拜 拜拜